台湾蛋价飙涨 岛内蛋荒持续了近一年 民进党当局仍没有解决问题 据台媒报道 岛内一名网友发文说 早上九点多去买麦当劳 却发现门口张贴一张公告 称蛋系列的七项产品都暂时无法供应 让他瞬间气炸 对此 台湾麦当劳解释称 是个别餐厅周末的早餐蛋系列卖得太好 才会暂时无法供应 然而 台湾民众还是很担心 我会担心 因为现在好像蛮讲究饮食一定要吃到蛋白质的 所以就会觉得会有点担心 到那个就是平常有供应蛋的 就是你看它那个冰箱蛋就是空空的这样子 还有网友发现 外送平台点餐已经出现 加一个鸡蛋要多付20元新台币 让他们难以接受 15可以 20就太多了 我只要买油饭 然后加一颗蛋 要15块 不想说只有10块 然后就觉得变超贵 台行政机构负职负责人郑文灿日前声称 未来鸡蛋要达到让民众买得到价格合理 自给自足等三大目标 台农业部门主管陈吉仲也保证 二月底三月上旬的鸡蛋供应量会回稳 而现实却狠狠打脸民进党当局 对此 有岛内网友表示 想吃蛋饱的人 只好请郑文灿去巡视一下喽 还有网友大酸 没有缺蛋了 只是销售超出预期 这才是说话的艺术 也有网友怒气喊话称 没有鸡蛋就让民进党完蛋 对此有岛 没有鸡蛋